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火箭队 准备交易 得到巴特勒的新闻真的可信吗 今天 据报道 火箭队有意在新赛季派出三后外的首发阵容 包括空位保罗 分为哈登和临时进入首发的埃里克戈登 这个阵容怎么样呢 来看数据 上赛季的常规赛 火箭队曾派出过死亡无效阵容 其中 保罗 哈登和哥登同时在场时 进攻效率每百回合 高达134.7分 防守效率也有不错的105.8分 如果是这个阵容在场 火箭队 无论是攻击还是防守 都将给对手带来巨大冲击 但是 问题来了 哥登进入首发阵容 是否意味着火箭队不能引进巴特勒呢 因为参与巴特勒交易的主要筹码是哥登 但此时 卧剑又传出了将哥登放到首发的这么一条消息 如果坏都是你 你觉得火箭队能打 成与吉米巴特勒的交易吗 一旦哥登进入首发阵容 意味着火箭队的替补席进攻火力 全部单在了安东尼的肩上 无论是文尼斯还是坦克 都能在替补席防守端起立火箭补充 但是 安东尼的进攻同样至关重要 仅仅几天时间 就付出了多套火箭队新赛季的阵容搭配 看来主帅德安东尼可选择的章数很多啊 谢谢大家